菲律宾中部的苏比克湾是欧美白人的度假天堂 但当地经济贫困 不少未成年少女被推进火坑展开皮肉生涯 甚至还有同济遭人蛇集团软禁在性爱酒吧 接下来带您直集 一名神父如何营救这些可怜少女 让他们重获自由 天色健康才准备起床 下一餐没着落 得先街边拉客 这个少女爱婆才16岁 孩子已经两岁大 现在又怀了第二胎 菲律宾中部苏比克湾地下性产业猖獗 当地未成年少女被迫提供性服务 只要肯砸钱一个个知能少女 沦为恩客的性玩具 经不起性虐待的不少人因而丧命 14岁的蜜雪儿面黄肌瘦 体态柔弱 遭澳洲男子马可氏软禁长达两年 直到姐姐协助报警 马可氏落网后 蜜雪儿才又重获自由 当初以一万块批索 大约六千块新台币代价 被亲生母亲卖给了马可氏 正值发育黄金期的蜜雪儿 求学被迫中断 长期沦为性奴隶 最揪心的是至亲将她推入活坑 看见警方社工来访 蜜雪儿母亲羞愧装杀 但犯罪证据早已被掌握 蜜雪儿的姐姐蜜拉索 决定大义滅亲 挺身向警方供出实情 蜜拉索和妹妹蜜雪儿同样悲惨 十一岁就被母亲卖掉 在酒吧里陪酒跳舞 从事性交易 她的花样青春 被这名白人中年男子汤姆 整整夺走五年 姐妹俩的遭遇 其实只是所以 一个个女孩脸上挂着纯真笑容 放学后无家可归 而是回到这所育幼院 这是卡伦神父四十年前 创立专门为了收容 遭受性虐待性剥削的可怜女童 年纪最小的甚至只有六岁 然后突然变成几千万的男人 快来来这儿 去买性败 因为孙女子 一生就能不能 理解 为一个对位男人 和一年40年 50年 60年 70年 受到考虑神父感召 贷源兹 大卫 和克里斯 这三位澳洲退休人员 跨海来到苏比克湾 决定合作要救出 更多悲惨统计 舞台上搔手弄姿 台下陪就惊艳老到 女孩们各个稚嫩的脸孔 明前就是未成年 但五光十色 悲公舌一家 人设计团逆丁一套 叫战守则 让他们碰了软定 救援碰到瓶颈 他们找上菲律宾当地调查局 从前科找线索 锁定当初协助马可市 藏匿秘雪儿的酒吧老板博依 直接到住家梯馆 远景突袭 让博依措手不及 任凭再怎么嘴硬 不肯认罪 但犯罪证据早就通通被掌握 来不及藏的硬碟 里头画面实在不堪入目 你能够知道那些团队名字 名字是像 父亲做的工作 九岁的学校女孩 在设计上 我没有帮你 我没有帮你 Tricia 我没有帮你 你都是女王 你都是女王 我没有帮你 我没有帮你 周到夕才一次排开 为了今晚的行动 营救团队包含菲律宾警方 调查局和社工 以及澳洲和美国的远警 甚至触动牙医 要透过检视牙齿 找出谎报年龄的未成年少女 埋伏一整晚 化身酒客 要揪出幕后首脑 这时负责进行酒吧的 美国籍男子 班杰明终于出现 蓝色上衣戴着眼镜 身旁的小女友 艾维拉 仅仅14岁 几杯黄汤下部 果然露出声音力 我愿意看你的手 坐下 不要谈谈你 我们会谈谈你 有没有小女孩 我从未曾经有性 跟小女孩 半分钟前 你批识了我 你经常有性 跟小女孩 你现在拒绝了吗 是的 铁镇如山 酒吧内一半的女孩 都是未成年被父母卖来 从事非法性交易 然而这次破获 只是冰山一角 目前菲律宾 依然有高达80万人 下海赚皮肉钱 地方政府和警察 合谋贪污 让越来越多少女 被迫在火坑里长大 在暗夜里 填饰伤口 以巴冲突 历经超过一个世纪 巴勒斯坦有个少女 才11岁 就带着摄影器材 上战场 当起的战役记者 他要让全世界看见 巴勒斯坦渴望和平 而且要一个快乐童年 另外还要带您看 全球气候异常 不是极端降雨 就是常年干旱 文事效应 以及让极力生物 冰激灭绝 更可怕的是 北极圈的末日种子库 已经被融化的血水 淹进大门 先走开 我们稍微回到 文端密档 大卫王的传奇故事不少 但是目下又香 绝对让您看为观止 身高158 体重只有47公斤 吃东西比分量 比速度 都是当今一绝 这让不少一心想要减肥 却不敢多吃的女性 垂胸顿足 但您来看 她的身体机能 藏着什么秘密 こんにちは 来ましたゆうかです 今日はね 食パンを 8杯食べたいと思います 大体ね 50枚多分 食べたんですけど やっぱりさすがにね 顎が入ってきましたね 食べ開けるより先に 顎が支えちゃうんです 最後の一枚です 最後の一口 いただきます 不到五分钟 目下又香 吃完这满满一桌 100片吐司 一片薄吐司 25公克的热量 是七十大塔 吃两片吐司 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 也就是目下又香 吃了50碗白饭 团承日本大卫女王 不知不觉 四分钟之内 目下又香又吃完了 四公斤泡面 这一个正妹 身高158公分 体重47公斤 是日本当代之人的大卫王 经常在网络上开直播 点列人数 超过200万点 这一天日本电视台安排他现场 不赛吃饺子 这所谓的饺子 特别是为他两身定做 根本就是举罢 饺子 这不是饺子 这不是饺子 这应该是2.5公斤 这应该是2.5公斤 那现在赛事开始了 好 开始了 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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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刀满满的肉汁喷泻而出 这也是成为大卫王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也明手快迅速将食物切割 然后吞咽 其次嘴要够大 看看木下肉香张大嘴 这每一口看起来都是这么满足 最后一口吃饺子 一般人在短时间内吃下这么多食物 肯定不舒服想吐 32岁的木下肉香娇小的身躯 却是天赋异禀 怎么吃都吃不胖 她的胃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医生试图解开大卫女王的身体秘心 这一次找来了一位身形比她更高调的女性 两人要吃下一百个握寿司 其初医生大胆推测 木下肉香的血糖可能比一般人上升的慢 所以不容易有饱足感 才能够继续不断的进食 结果 木下肉香的身体数据有着惊人的发现 饭后10分钟血糖 木下肉香明显上升 令人惊奇的是 一般人血糖只要上升30 就会感觉有饱足感 而木下肉香的血糖 在饭后10分钟上升了75 丝毫没有任何变化 医生又推测 可能是木下肉香的褐色脂肪细胞比一般人多 让他可以吃下大量的食物又迅速消化 但观察40分钟 看不出有何不同 而这明显的莫过于一口气 吃下100个握手丝的肚子 明显称大小腹凸起 对照左边的画面 木下肉香在饭前衣服宽松 也看不到小腹 他到底是天生还是后天训练的超红奈 医生决定要使出杀手键 进行电脑断层扫描分析 不光是医生惊讶 电脑断层扫描 揭开了连木下又香自己都不知道的事 这一幕真的让大家看赏了眼 左边是本来的胃 右边是吃完四公斤握手丝的胃 是本来胃面积的66倍 从喉咙以下身体全部被胃占满 把胃称大到原本的66倍 这个数字太不可思议 除了木下又香本身独特的身体结构 胃能量大 嘴够大 喉咙宽度也要大 还要加上后天的训练 是什么让大卫女王这么吃惊 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让我们一起看下去 木下又香拿到健康检查报告 体脂房和糖尿病检查全部过关 这个传奇正面大卫王的身体特质 果然异于常人 他特别强调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报引报时 却还能够维持标准的体重 只能说姐姐有练过的 尾巴冲突已经超过一个世纪 现在依然战云密布 我们要带您看巴勒斯坦的孩子 如何在枪林弹雨中长大 他们小小年纪 国家意识极为强烈 甚至有个少女才十一岁 就带着摄影器材上战场 当起了战地记者 她让全世界看见 他们有多么渴望和平 要一个快乐童年 新闻回上升 时矿转播有大将之风 一脸稚嫩的小记者 不是扮加加酒 加纳吉哈的十一岁是公民记者 也是全球年纪最小的战地记者 无论白天黑夜守候每个重大现场 不时穿梭枪林弹雨 这就是以巴冲突下巴勒斯坦人被哀的日常 加纳吉哈德住在约旦河西岸村庄 六成领土包括水源被以色列占领 用水要看以色列脸色 出入村庄遭以军严密弹查 活在恐惧脅迫之中 冲突热点动乱平船 也因为从小目睹战火悲剧 加纳从董事起就积极参与反以色列抗争 每周五都会跟着村民顺着连外道路游行 抗议以色列屯垢区 尽管他还是有小女生梦幻的一面 但四年前亲友跟玩伴陆续蚕死以色列枪口下 世人却对这片土地的苦难无感 为巴勒斯坦发生的念头 在他的小脑袋萌芽 在试试中 有不足够的军事 去复杂的事件 像当我朋友死亡 或很多人死亡 我将拿到我的相机 加密充电池 我这里有些东西 是用电池 如果我闻到电池瓶子 于是七岁的加纳 一开始拿着妈妈的手机 后来进街道拿相机 四年来记录周遭巴勒斯坦人 在以色列军队压迫下 遭遇的不公不义 转播被占领区的冲突实况 一手包办配音 剪接 上传到YouTube等多个数位平台 报道巴勒斯坦的乖喘 与自由渴望 脸书更累积二十多万粉丝 我爱了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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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烽火之下 正年龄本该有的天真 却扛满沉重的国仇佳恨 跟贾纳一样 巴勒斯坦孩童 总在无奈中被迫提前长大 歌词讽刺却很真实 巴勒斯坦小孩创作的动画 描述没来由遭以色列 逮捕拘留的情深经历 以色列不断扩张囤墾区 以非法拆误等手段 压迫驱逐巴勒斯坦住民 并自意设立管制哨助军盘查 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小孩上学出入村庄都会遭以军枪口盘问 动辄戏虐逗弄逮捕关押 甚至被当街射杀破头 令入草戒 12岁的少女迪玛在妈妈呵护下 仍难掩惊恐 2016年才刚满12岁的她 因攜带刀蟹 遭以色列以企图杀人罪判刑 是全球年纪最小的女性囚犯 迪玛两度问讯都没有律师父母陪同 遭关押两个半月 以色列才在国际舆论下放人 然而以色列起诉儿童恶名昭彰 根据巴勒斯坦国际保护儿童组织统计 以色列军事法庭 平均每年起诉700名巴勒斯坦未成年儿童 大多以丢职石头罪名起诉 2012到2015年间 拘禁未成年孩子高达429人 征讯时几乎没有律师父母协助 九成被迫认罪 平均被囚禁13天 对幼童一样心硬邪冷 近年来巴勒斯坦一改过去 乌朗士自杀攻击 对乙军除了持刀近身行刺 最长就是丢职石块 2015年以色列竟然立法 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军队平民车辆 丢职石头者 最高可处三年徒刑 但以色列军人只要怀疑 对方有威胁可能 却能毫不犹豫射杀巴勒斯坦人 加深双方仇恨 也让以巴冲突趋向年轻化 冒着被捕 再也无法回家的风险 巴勒斯坦青少年会拿石头 甚至刀攻击乙军 才13岁的少女 曾因带刀被捕 对以色列的恨意却埋得更深 他们是以色列眼中的恐怖分子 但对巴勒斯坦人来说 是绝望无力反抗中 勇敢地殉道者 和平之与他们太遥远 在尾巴冲突无止境回圈中 用仇恨活在当下 没有未来的孩子 成了最无辜的祭品 全球气候异常 不是极端降雨 就是常年干旱 文字效应 以及让极地生物 濒临绝种 更可怕的是 北极圈的末日种子库 今年五月 被融化的雪水淹进大门 这一艘人类粮食的 诺雅帮舟 已经面临可怕威胁 他们是北极之王 北极圈最凶猛强壮的生物 品位绝境却迫在眉睫 摄影师曾直击毛骨索然一幕 一头鸡肠碌鹿龚熊 不惜猎骨同类小熊 熊妈妈在一旁奋力反击 仍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 遭龚熊甜度冲击 更曾有北极熊贪婪啃食 不在食物链内的海豚 种种异常都是为了活下去 气候异常暖化熔冰作祟 只能潜水三十秒的北极熊 觅食困难形同等着饿死 科学家对策三十年内 现存两万六千只北极熊 恐怕有三成因此灭绝 消失的冰原 疑难北极熊死亡威胁 人类末日希望粮仓也响起警钟 常年雪国地球最北小镇 挪威北极国境的斯瓦尔巴群岛 有约一千位居民 还有这座神秘无价的末日粮仓 从山洞口露出一角的门面 科技感十足 走进门内 人类食粮的旧熟 末日肘子库 就位在长隧道末端 隧道里有如一座大冰箱 冰透的空气在墙壁 甚至天花板管线 结上一层冰霜 就像来到爱莎公主的冰宫殿 历经五道门层层关卡 推开最后一道门 映入眼帘是类似图书馆 层层货架装箱不起眼的库房 但这可是来自全球 甚至包括北韩在内 近百个国家的续命宝藏 累计储存86万种 20多亿颗农作物种子 常年保持零下18度C 种子经过真空处理 放在特制铝盒中 能存放几时甚至几百年 一旦异常气候 战争流行异病 粮食浩劫 甚至农作物绝种等天灾人祸 就能从这边取种复耕 因此又被称为 粮食诺雅方舟 严格安检以保种子 百分之两百安全 也确保地球植物作物多样性 像是全世界椰子品种 就有三千多种之多 马铃薯四千五百种 三万五千种玉米 十二万五千种小麦 米类更高达二十多万个品种 这些作物在几十甚至几百年后 都可能成为人类粮荒的救星 所以这些作物在未来需要的质量 去承识到什么是 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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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不浏览 几乎一种各种 能复杂新的药物或新的疾病 每个人都会失去 我们会失去选择 全球70亿人口的粮食保险库 2008年开始运作后 原本预料很久的未来 才需要派上用场 不料2015年就因为战乱人祸 开库取种 2011年起叙利亚血腥内战 不止数十万民众死亡 位于阿勒坡的农业研究中心 也遭炸毁 因此研究单位 在2015年首度取出部分种子 运到摩洛哥继续研究 叙利亚存放的种子是极度耐寒作物 更是气候变迁下 干旱地区的粮食曙光 包括澳洲 非洲都将因此受贿 这次开仓验证了种子库的无上价值 也因为未来粮食之稀有珍贵 中子库当时建造时就以固若金汤规格打造 选指北冰洋涌动土带区 确保低温干燥利于保存 深入沙岩山内部120米 能承受瑞士规模6.2地震 跟核子武器攻击 并高于海平面130米 就算冰原融化 海平面将上升7米也能安然无恙 但这万无一失的缜密规划 日前却宣告破功 2016年底科学家测量发现 40瓦巴比往常温度高出7度 应该永恒冰封的涌动土竟异常融化 今年5月一度淹进种子库大门 隧道积水结冰 索性没有冲击到末端种子库 但防灾能力已经亮起红灯 暖化无声海啸起于人类 车判的末日救赎 粮食 诺亚 方舟 恐怕也要沉沦 接着我们明星解码真相 云端密党持续为您搜罗 全球各地的奇人意识 以及特殊文化现象 希望带来正面启示 我是叶恩炫 感谢您的收看 云端密党我们下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